大家好 所有批评书 不公中国的这几天 准确的说是今天 卯足了劲在吹牛逼 在喊口号 说全世界民主最好的国家 那他们不是别的国家 什么美国欧洲 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行 全世界最好的民主在中国 风景这边独好 是不是 这个国务院 今天发布了一个叫做什么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我去白皮书指出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有意思 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 而不是有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 民主不是装饰 民主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 你看我们的人民服务写在新华门 我们是最民主的 完了以后外交部派了一个副部长 挺有意思的啊 中国的事情 你要多长着心眼 小心被骗了啊 外交部这么大的事啊 民主派了个副部长叫乐玉成 然后出来说话了啊 中国的民主是最好的 这个中国的民主才是真民主 美国的民主 这是扯淡的一个事儿 知道吧 全世界的民主都要向中国人学习 有意思吧 所以你都不 你都懵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啊 为什么这会儿土工中国 发了疯一样的在说自己的民主好的 你不是开玩笑吗 是不是 你中国有什么民主啊 你中国是把老百姓关在这个 关在这个叫什么 蒸锅里面给煮了 是不是 民主 煮韭菜的煮吧 煮红烧肉的煮吧 煮饭的煮吧 这挺好笑的 是吧 但是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而且说的特别震惊 他自己说的都不笑 哎 觉得挺有意思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这会儿要扯这个话 主要是应对美国啊 那么美国在总统拜登啊 唯一总统拜登的正确领导下 唯一达光上正确的领导下 完了也要召开世界民主峰会 邀请了台湾 没有邀请中国 所以中国就急了嘛 是吧 你表面看是这样子啊 没邀请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点 有那么的两个民主两个字 你不要请我 你台湾都不是个国家 你要请他干嘛 民主峰会 是不是 挺有意思 所以大家一听就喝了 就笑了是吧 因为美国的民主也是个扯淡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啊 美国的民主你选举都是 你选举日之夜 凌点的时候就突然叫停 不急票了啊 我们睡觉去 你看 所以大家以后你真睡觉去了 过了一会儿大家都睡着了 你又开始计票 完了以后 你来了一个拜登学县 地球人都知道 你美国的这个 伟总统的那个 那个总统的位置 就是你通过偷窃 那那偷偷走的 你这算什么民主啊 你对民主的一个侮辱 知道吧 对民主的一个亵渎 你美国还有什么民主啊 你真 那你这个话对不对的 当然对了 是不是 但是共产党他不敢这么说 因为 是他们在那里出钱出力啊 搞妖娥子 出武汉病毒 完了以后搞什么邮寄选票 搞什么各种各样的妖娥子 然后把这个拜登推上去了 结果拜登上来一回 并没有给习包子多大个面子啊 你说这个民主国家 你好歹让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的确有民主两个字 你邀请习包子 邀请中国参加你 你会死人吗 是不是 你们两个人都是臭流氓 两个人都不要脸 完了以后两个人 这个这个在大众广天之下 拥个抱啊 是不是 亲个嘴儿 是不是 那不挺好的吗 结果 我之前也说过的 美国的民主党啊 他们是一群什么的 是一群伪善之徒 这个伪善这个东西啊 比臭流氓更恶心 更可怕 我们这个对伪善的这个人类的 就是人性的一个最幽暗身处的一个败坏的品质 我们是不理解的 或者说也就是好像理解 其实不理解 反正我以前是不理解的啊 我们以前看金庸 我们知道金庸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人愉悦不群 那个人就是叫伪君子 是不是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伪君子这一说 但是伪君子跟这个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伪善 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真不了解 知道吧 我是看了两个东西我才了解 第一当然是看圣经啊 圣经里的法利赛人 犹太人里面的最优秀最文化的一群人啊 学历最高啊 这个知识最丰富 这个生活最干净啊 品质最优良 就这种人 他最后就搞着搞着搞着 就把上帝之子耶稣就给杀死了啊 各种东西啊 伪善 所以你在看圣经看 看马太福音里面 你就发现这个耶稣对伪善的家伙啊 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 是不是一口气说了好几个啊 就直接走入他们下地狱 哎 完了以后 原来我才知道这个人类时候最优暗的啊 隐藏的最深的一种人性的败坏的品质 就是就是什么 就是伪善 你知道吗 哎 你必须要把整个圣经读通 要了解整个犹太人的历史 然后你才知道什么叫伪善 然后光有圣经的训练 我觉得还是不行 我真正能够理解什么叫伪善呢 我就看了美国的民主党这帮人 啊 你看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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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 他是典型啊 这个拜登还好啊 拜登其实他已经乱大街了嘛 他的所有的朽势大家都知道 他也没法伪善啊 你看那个克林顿有点伪善 你去看民主党的那些政客 还有一些个名义上的共和党人 像彭斯是吧 像这个米老鼠 哎呦 我的一个一个的都是都是伪善之徒 是关键时候绝对掉链子 绝对是给你致命的一击啊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美国的这些个政客呢 他是伪善的人 而中国的这些像习包子这样的政客 他很说就是一个就是皇帝没穿裤子 是吧 他就纯粹就是耍牛王 他比较低端你知道吗 说低端的这个草包 我们只能这么说他 但是西方的政客呢 像莫克尔 马克龙啊 尤其是那个什么 那加拿大的那个小土豆 是不是又长得是挺帅的 是不是 是不是你造型挺好的 那各种伪善就这种货色 知道吧 还有这个 反正就欧美社会的这个这个伪善的政治家 是挺多的 我告诉你啊 这个最难对付的就这种伪善的货 知道吧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臭流氓 一个一个土包子 一个一个一个需要什么 一个吃鸡肉有长大的 就这么一个土包子 跟一群这个叫做政治精英 伪善的政治精英之间为民主的事情 发生了这个纠纷啊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看这个事情啊 你已经切切地要记住 你不要入习太深 你就看热闹啊 你不能说啊 这中国他们的不民主 你看被美国人羞辱了 人家邀请台湾 没邀请你中国 然后你觉得美国的民主很好 那美国民主好什么好 你知道吗 就这个整个世界 它就是一个悲惨世界 就是一个 就是个臭流氓啊 一个高级流氓和低级流氓主宰的事 在中国你是被低级流氓主宰 所以你在中国你总有一种什么呢 总有一种质你被羞辱的感觉 就一种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尊严感 被羞辱的感觉 他的共产党就可以一拳把你打倒 完了以后就给你吐唾嘛 给你在你身上撒泡料 就羞辱你 你哪有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但是你在美国的话不一样 美国就是他给你搞一套非常漂亮的说辞 完了以后不给你洗脑 你还以为你真是民主 民主个屁 哪有什么民主呢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我们说这个事情 我们不是为了说美国 我们是为了说中国 因为中国的事情 我们最牵挂 是不是 那为什么共产党这两天就发了疯似的 说自己民主好 那时候有两种说法 刚才我说的这一系列的东西 只是第一种说法 就是为了对付美国 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 是国内的 挺有意思的 说这个民主这个东西啊 就搞不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民主呢 是不是 共产党更搞不清楚 有人说文革也是民主 你说文革每个老百姓都可以跑到天文广场 每个老百姓都可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每个老百姓都可以这个什么做活着不要钱 你说是不是民主呢 那也是民主啊 但是文革是一个十年浩劫啊 是一个烂大街的一个时代啊 是不是 这个东西很复杂 所以呢 而且的话 你如果是民主的话 你习包子 你明年你是不是要黏任呢 如果你黏任你 就不是民主吧 是吧 所以说他们说国内啊 现在也是叫介石打捏啊 就李克强改革派吧 汪洋他们这帮人 反西派吧 就觉得好吧 你不是说跟美国人过不去吗 是不是 完了以后你要说美国的民主不行 我们的民主好吧 那我们就干脆就使劲说 使劲喊 我们就是相装舞剑嘛 就是我们不是为了打美国 我们为了是阻止你细胞子民的连任 如果你明年连任你中国的民主 管你说什么什么 过程民主啊 本质民主啊 为人民服务啊 你都要瞎扯淡 是吧 民主他有个选举 完了以后你 我们都不希望你连任是吧 这个东西是个事实 在中共内部啊 凡是你有权投票的 比如说人大的那些个什么 人大的什么什么什么代表 政协的那些个委员 还有一个共产党体制内的什么什么政治局委员 各种各种人 他们都希望习包子能够下台 因为习包子不下台的话 习包子是个神经病 你知道吧 你每个人对你拎不清哪一天 就被习包子给盯上了 就一夜之间就从 就从这个什么吃喝嫖赌操 就直接就送到监狱里面去了 谁都是一脸安全都没有 是不是 这细胞子 基本上就看你眼神 如果看你今天不舒服 你小子他妈的多看我眼不行 我把你抓了 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这是唯一 确保他们这个 急得你一级的官员 比较安全的一个最简洁的办法 就是细胞子你赶紧 你送瘟身 你知道吧 我给你堆一堆的高帽子 你习主席是一尊 习主席是和谐 习主席伟大 非常正确 习近平新时代的特色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你比毛主席伟大 比邓耀平伟大 比江泽民 比胡锦涛都伟大 OK 完了以后你赶紧去 回去去抱孙子去吧 赶紧回去 我们跟你设一个后宫 跟你娶三亲老婆 你天天去滚床单气好吧 喝毛的酒去 大家都这样 所以这个民主这个说法 你说多了以后啊 习包子他也不是个傻瓜是吧 习包子身边的人也不是傻瓜 为什么国务员这么疯一样的这么搞呢 是不是你看按照正常情况的话 你外交部就为这个事出来说话 应该是王毅出来是吧 因为民主峰会 全球民主峰会 这对中共的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羞辱 关键是你邀请了台湾 你没邀请这个什么中共 这个东西说不过去啊 你不仅习包子 不仅你王毅出来说话 你连习近平自己都要出来说话 但是你发现习近平自己也没出来说话 王毅也没有出来说话 杨洁篪也没出来说话 就拿了一个外交部的副部长 打了几个嘴炮 这明显的啊 是是是是是是 做给包子李看的啊 说我们有我们的民主啊 习主席你明天下台 包子李也知道这个道理啊 知道这个 至少只是很担心 李克强借机搞事嘛 发动这所谓的民主的攻势 完了以后把习包子赶下去 他还是希望自己连任的嘛 所以这个事儿今天闹得很凶啊 美国闹得很凶 中国闹得很凶啊 所以各路声音 各路人马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说话 但是你总而言之言 总而你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 无论是土工中国的那种什么山寨的 所谓的这个什么 事后的一个核心价值观的民主 还是美国的伪善的所谓的政治正确民主 还是法国的所谓的左民主 还是德国的所谓的假不假是民主 我告诉你 民主早就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被那帮你臭流氓政客 已经是玷污的不祥了都 真的是 根本就没样子 什么是民主 我可以简单的告诉你 民主它有两个问题的意识 一个是往上走 一个是往下走 是不是 往下走就是三权分立啊 选票啊 各种啊 什么的 这个东西是技术层面是一个方法 那往上走怎么做 为什么要民主呢 因为这个民主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你按照前提嘛 民主的前提是 确保每个人有一张选票 因为老百姓如果没有一张选票的话 你住个不如 是吧 你没有任何发言权 那问题是老百姓 他有可能多数人的暴政呢 怎么办 那要接下来共和 是不是 要多党制 所以你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多党制 你谈什么民主呢 中共是没有任何资格谈民主的 你都没有多党制 是吧 你就共产党一党独裁 你有什么毛的民主 是吧 问题是多党制你就民主 也不见得 因为多党制他有可能合作起来 搞事啊 伤害老百姓 你看现在美国就是 共和党的一帮 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民主党的一帮孙子 两个人合谋起来 形成那个建制派 然后剥夺老百姓的权力 所以说共和党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相信每一个党派 每一个人都不是个好东西 是吧 每一个人都要受监督 都要给他控制起来 那为什么每个人不是好东西呢 因为每个人都是忧暗之人 每个人都是有罪之人呢 那每个人为什么都是有罪之人呢 因为那是圣经告诉你的 就怎么说的 那圣经为什么要这么说 那是上帝说的 上帝为什么要说 不知道我相信 简单相信 他一步一步的推往前推 推到最后就是 你有一个假定的 或者是叫一个与生俱来的前提条件 每个人都是靠不住的 所以从民主到每个人都是靠不住 按照正常情况下 你要推到五步到六步 甚至七步你才推得到 你必须要有信仰 你如果没有一个至高的上帝信仰 那人就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对的 你一旦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凭什么我他们这么对 你凭什么你监督我吗 现在美国就这样 是不是 最终我基本上就是个垃圾中的战斗 什么都不是 所以你也不能怪美国的那些个政客 的确看不起土工 看不起包子力 这是个事实 因为他们连多党职 连共和都没有你 你搞什么民主 你开什么玩笑 你真是糟蹋民主 这个词儿 是吧 侮辱老百姓的治理 当然中国老百姓本来就没什么治理 谢谢大家